我很忙,真的 因为我兼职着很多身份 昨天我在送外卖 今天化身富婆陪女主逛街 现在我是替身 婚礼上 男主搂着刚回国不久的白月光 冷冰冰的对我说道 他回来了,你可以滚了 文言 我一口气脱下身上的婚纱 露出里面的职业妆 然后拿起话筒 激情澎湃道 我是今天的金牌司仪 让我们恭喜这个新人 在场的所有人都呆住了 笑死 替身只是我99个兼职中 最普通的那个而已 家人们 关注艺术太难了 好不好吗 求求你们了,拜托拜托 小姨每天分享不一样的小说故事哦 希望大家能点赞支持 正文现在开始 夜风寒凉 我骑着小电驴 在马路上奔驰着 到达目的地酒吧后 我拎起一大袋外卖 交至前台 爱死这家酒吧了 每次点外卖的人都那么多 我边想边上楼 顺手脱掉黄色外卖服 露出里面的吊带白裙 换上一副楚楚可怜的神色 熟门熟路的推开一间包厢门 我看着最角落的男人 一脸怯怯道 君卓,我来给你送行酒药了 包厢里吵闹的声音一下子停止 所有人都不怀好意地看着我 有个男人打趣道 君卓,没想到几天不见 你的酒量都变得这么差了 还没怎么喝呢 就需要行酒药了 大家都哄堂大笑 沈君卓脸色黑如锅底 他不耐烦地看着我 语气厌恶 白石桥,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你只是个替身 替身就要有替身的本分 不要总是出现在我面前 文言,我捂住脸 从兜里偷偷掏出一瓶眼药水 并在别人看不见的角度 迅速往眼角滴了几滴下去 再次抬头 我也是眼眶通红 君卓,医生说你要少喝酒 呼,这眼药水不会是过期的吧 怎么这么大眼睛 沈君卓打开身旁的公文包 拿出一大打钞票甩到我身上 他四笑非笑道 说这么多,不就是想要钱 我捂住嘴巴 不让自己张狂到变态的笑容流露出来 努力渲然欲气道 不,我不是想要钱 沈君卓长腿交叠 又从口袋里抽出一张黑卡 甩到我脸上 挥了挥手,一张黑卡够吗 白石桥,滚吧 我顺着黑卡跳落的位置 灵敏的一片头 黑卡表面上落在了地上 实则稳稳地插在了我的马尾处 既然如此 那,那我走 迎着所有人的冷眼 我心满意足地离开 前脚刚出包厢门 后脚我就去了趟厕所 在出来时 我也换上保洁小妹的衣服 笑死 刚刚那么多钞票落在地上了呢 蚊子肉再小也是肉啊 我怎么可能放弃 我将马尾解下 戴上帽子和口罩 拿着扫把和破继 便大摇大摆地 重新走进了那间包厢 包厢里的人并没有怎么注意我 于是我敷衍地扫了一下 便禁止往钞票散落的地方走去 正当我勤勤恳恳地 将所有钞票扫到破继里时 一道能把人冻死的声音出现了 你,转过身来 我眼皮一跳 假装不知道是在叫我 急急忙忙就要往外走 沈君卓却一把拉住了我的胳膊 语气不耐道 叫你转身没听见吗 把口罩给我摘下来 哦好 这个狗东西难道认出我了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了 我一把摘下口罩 露出一双黄洞咪咪眼 和一把浓密的大胡子 声音无比低沉道 哦麦嘎 沈总你要对人家干什么 沈君卓看到我粗犷的长相 吓了一大跳 啊 你以为我这么多年的美妆博主 是白当的吗 看我化成一个威武操汉 吓不死你 沈君卓条件反射地放开了我的胳膊 我却不依不饶 反过来去拽他 我在他身上疯狂地蠢动着 沈总喜欢人家这种猛男 沈总你放心 我技术很好 呼 沈总 人家恋你好久了 今天终于有机会得上所愿了 沈君卓露出惊慌失措的表情 并捂住鼻子 努力躲避着我的呼吸 眼看他抬手就要打我 我双手抱头 一个灵巧地翻滚 然后在地上激烈地爬行 尖叫 静巒 瞪大眼睛 抱住沈君卓的腿 便开始阴森地嘶吼 二我要沈总打我 呼 好舒服 主人多打我一点 嘶哈嘶哈 沈总的腰 夺命的刀 老子爱你 哦哦 包厢里的人都惊呆了 他们张大嘴巴 看着这一幕 沈君卓则是表情扭曲 无比崩溃地想把我甩掉 他大吼道 保安呢 保安在哪里 啊 这里有个神经病疯子 你别说 这家酒店的保安配备 还挺完善的 眼看保安就要冲进来抓我 我见好就说 立刻将所有钞票 塞在外套里 然后以扫把为助力 长腿一个滑柜 稳稳地到达了包厢门口 然后 我发挥了我跳高运动员的优势 撑了二楼的栏杆 跳到了不远处的楼梯上 然后再次跑到了女厕所里 我把脸上的胡子撕掉 洗了把脸 摇身一变 又变成了酒吧里的保安 李哥 怎么了 我走出厕所 随手拦住一个保安 假装不解地问道 小乔啊 刚才有个变态袭击了沈总 沈总很生气地说 一定要抓到那男人 他好像往厕所这边跑了 我勾了勾唇脚 假装惊讶到 啊 沈总好惨 那我们快去追吧 快来追我呀 你能追到才怪嘞 一年前 我穿到了这本书里 成为了和我同龄同性的小白花女主 原著是一本狗血的霸道总裁文 女主被男主虐身 虐心了999章 最后一章 男主终于意识到了 自己对女主的心意 于是追欺火葬场 女主碎心软答应 而我不一样 我的心是钱做的 从来不干亏本的事 替身只是我99个兼职中 最普通的那一个而已 晚上 正当我啃着一个红薯 泡着脚石 房间的门被重重推开 沈君卓一脸阴沉地看着我 像索命的阎王 大晚上的 他来这里干什么 我摇摇头 按道 看来下次要换个指纹锁 沈君卓看了眼我的脚 侯姐滚动了一下 不爽道 白石桥 你凭什么这么悠闲 还有时间泡脚 大概是因为 我有脚气 我思考了一下 找了个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 沈君卓一下子被我震住了 他沉默了一秒 一点也不关心我 妈呀 蠢男人发颠了 我咬下最后一口红薯 擦了擦脚 正想站起来 沈君卓却突然扑了过来 按住我的脑袋 想强吻我 我大惊失色 下意识抬起手来 左右开弓 给了他两个重重的大笔斗 沈君卓被打后 双目赤红 他抬起手来 看着像是想要还我两个大笔斗 眼看情况不妙 我立刻穿上拖鞋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远离了他 你还敢跑 沈君卓朝我大吼大叫道 他拿起桌上的数件化妆品 就朝我砸了过来 嘿 幸好这招我学过 作为一个专业的杂技演员 我熟练的一手接住两个 头上还顶着一个 沈君卓瞪大了眼睛 他又拿起地上的仙人掌 朝我扔了过来 这可不心接呀 于是我一个闪现 闪到了他的面前 沈总 我劝你最好快点离开 突然感受到了什么 我弯下腰 捂着肚子 表情痛苦地看着他 实不相瞒 这是我最后的良善 一把将我扛到肩上 语气阴森 白石桥 有什么话到床上慢慢说吧 我 我 我咬着唇 终于憋不住了 以我的屁股为原心 数十个连环屁相继蹦触 层层叠叠地 扑在沈君卓的脸上 释放过后 我窥探一声 终于说出了那句 我憋了很久的话 我想放屁 嗯 好臭 沈君卓没有任何防备措施 他鼻孔耸动两下 随即表情疑虑 显然 他的灵魂遭受到了暴击 你 不讲 武德 这是沈君卓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 为了防止沈君卓醒来 对我实施报复行为 我给他 为了几颗安眠药 争取让他睡得久一些 然后第二天一早 我就出发了 今天 正是男主白月光 简淫的归国之日 原文中 简淫演了一部小报的戏后 就去国外进修学业了 归国后 既有演技 又有豪闷背景的他 自然是在娱乐圈里一炮而红 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心心影后 作为一个对金钱 有着敏锐嗅觉的人 我立刻关注了简淫 并成为了他的战姐 前来接机的粉丝寥寥无几 我本来的计划是 简淫一出来 我就瞅准时机 对着他连拍数张照片 然而 等到真看到简淫时 我一下子便忘记了原本的计划 只站在原地 直勾勾地看着他 天哪 这绝美的侧脸 这清晰的下恶线 这完美的头身笔 你小子 活该是白月光啊 然而 等我回过神来 简淫已经被一群保镖簇拙拥 即将离开我的视线 情急之下 我向他小跑过去 为了引起简淫的注意力 我一边跑一边大喊 想说我的衣服老是破 妈妈给我报了一个班 裁缝班的老师就问 我们谁的衣服老是破 我第一个站起来说 我的老破 我的老破 简淫果然停下了脚步 敏锐地回过头来 我终于跑到他面前 正当我准备刺了大牙 要个签名时 简淫却一脸被雷劈了的样子看着我 简淫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听到她的声音后 我也像被雷劈了一样 呆呆地看着她 这熟悉的声音 不正是前几天一致千金 让我陪她语音的富婆吗 于是我亲了亲嗓子 小心翼翼地对了个暗号 今天发现自己有根黄色的头发 去查了一下 是因为缺乏维生素A 简淫轻笑了一声 清脆的声音响起 还好缺的不是你 我的唯意 原来你就是冰琉璃 子蝶兰英 我喜极而泣 刚想说出简淫的网名 就被她演技手快地捂住了嘴巴 嗨嗨 别当众说出我的网名 简淫在我耳边小声道 因为距离太近 她呼出的热气 让我不自觉红了耳朵 从远处看 她像是将我搂到了怀里 这时 一道悲痛的声音响起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我转头 看到沈君卓不可思议的表情 她印堂发虑 愤怒地看着我道 白石桥 原来你报复我的方式 就是去勾引简淫吗 我吓了一跳 头脑急速风暴 没过几秒 我便一把推开简淫 指着她的脸 含泪向沈君卓控诉道 这就是你钱包夹照片上的女孩吧 那我呢 我又算什么 沈君卓看到我通红的眼眶 正离顺 随后换上一副了然的神情 低沉的嗓音响起 白石桥 记住你的身份 你只是替身 随后 她又含情默默地看向简淫 盈盈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沈君卓 简淫看了我一眼 然后客套地跟沈君卓握了握手 这时虐文剧情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沈君卓不知怎么想的 把我拉到一旁 居高临下道 白石桥 陪我和简淫逛街 她买一样东西 我就给你一万块钱 我抽了抽嘴角 刚想拒绝 沈君卓不屑的声音又随之响起 怎么 拜金女闲一万块不够 那十万块呢 你满意了吧 即将拒绝的话语 立刻被我咽到了喉咙里 我同情地看了一眼沈君卓 刚到一家商场里 我就非常专业地带着简淫 直奔一家高奢香水店 然后非常专业地给她介绍了起来 看着沈君卓错愕的脸庞 我邪眉一笑 想不到吧 姐以前当过贵姐 不但当过贵姐 我还是个小怪 简淫似乎真的很喜欢香水 我介绍一个 她就买一个不知不觉中 一排香水都要被我们搬空了 沈君卓在后面拎着大包小包 脸都黑了 她把我拉到一旁 刚想质问我 就被我先反客为主 楚楚可怜道 看简淫一脸开心 君卓 你高兴了吗 她杀伤力不够 我叹了一口气 又补充道 只要你能开心 就算让我 让我照顾她也可以 沈君卓原本的恼怒立刻消失 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在手机上按了几个数字 然后吃笑道 行吧 真是下贱的女人 手机叮咚一声 两百万到账 我深情地凝视着她转身的背影 两百万哎 家人们这可是两百万 什么下贱不下贱的 沈君卓就算说我左键右键都可以 是乔 下午有空吗 有个临时相亲 需要你替我去参加一下 电话里 女人慵懒的声音传来 我打了个哈欠 含糊到婉拒了哈 十万 我的哈欠立刻没了 一本正经到 沈总 刚才风太大 我没听清你的话 哎呀 一个相亲而已 浪费不了几分钟的 我肯定帮你啊 对方明显被我逗笑了 他随口问道 最近沈君卓的公司怎么样 女人名叫沈婷月 是男主沈君卓同父异母的姐姐 也是原主理 想抢夺男主公司的恶毒女配 除了沈君卓的替身之外 我其实还有另一层身份 安插在沈君卓身边的密探 没办法 太多了 沈婷月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与扣扣搜搜市 还多的沈君卓相比 这个霸总姐姐 简直大方的要命 于是我一五一十的向她汇报 沈君卓最近忙着追她的白月光 都顾不上打理公司了 我那件是短浅的弟弟啊 沈婷月轻笑了一声 给我转了个大红包 然后继续鼓励我 加油失桥 好好干 升职加薪指日可待 虽然是大饼 但我立刻从床上起来化妆打扮 没问题 阿瑟 据沈婷月所说 相亲对象是个跟她差不多大的豪门子弟 两人很久之前见过一面 她让我可以敷衍一点 最好能把这场相亲举脚黄 虽然话是这么说的 但我还是戴上了大墨镜 帽子还有口罩 生怕对方认出我不是本人 啊 你就是那个张言锐吧 相亲对象原本在看落地窗外的风景 文言 他转过头来 露出一张万分清秀可爱的脸 沈小姐 我叫裴颜瑞 啊 不好意思 我尴尬的扯了扯唇角 然后突然感觉有些不对 婷月姐明明说过 对方是个花花公子啊 但她怎么看起来这么 清纯 不等我细想 裴颜瑞倒先嘟囔了一声 怎么和我印象里的不一样 听到这句话 我立刻回忆了一下沈婷月的动作神态 往那一座 无嘴娇笑道 哼 点菜了吗 裴颜瑞点了点头 身旁的服务员也很专业 立刻把菜上上来 我摘下口罩 开始用餐 面前的男人忽然迟疑开口道 沈小姐 我不摘掉墨镜和帽子吗 我表面优雅的笑了笑 告诉他 个人的一点小小癖好罢了 相信裴先生不会介意的吧 内心却付匪道 摘掉墨镜和帽子 那我不就相当于裸奔 裴颜瑞倒是颇为理解的点了点头 一顿饭下来 我们俩就没说过几句话 我是因为人设 他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加个微信吗 这顿饭结束时 裴颜瑞随口说道 我不假思索地掏出个人二维码 然后忽然觉得不对 妈 忘记七号了 这是我的企业微信 裴颜瑞扫二维码的动作也停住了 他凝固了一会儿 肯定地看着我道 白老师 我是裴金安 裴金安 这不是我前段时间做网络家教的学生吗 难怪我说声音听起来有点耳熟 兼职做多了 随便拉个相亲的居然都是熟人 我把墨镜和帽子摘下 大惊失色地看着他 你和裴颜瑞是什么关系 裴金安眨眨眼睛 朝他勾了勾手指 乖 那咱俩算扯平了呀 你别告诉你哥 我也不告诉婷月姐 好的 白老师 裴金安乖乖巧巧地答应了 我穿着正装 站在别墅门口 困得想打哈欠 半个月前 我硬骗了这个别墅的管家职位 由于这个别墅根本没有人来住 清闲得很 没想到就在刚刚 我接到了通知 别墅主人的儿子要临时来 这个别墅住一晚 没过多久 一辆全球限量的跑车 缓缓开到了别墅门口 车门被打开 露出一张如刀削般的邪美脸庞 好巧不巧 这个人我熟得很 正是沈君卓 我倒吸了一口气 庆幸自己及时戴了口罩 然后假装恭敬道 沈少爷 晚餐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我还没说完 一双如脸偶般洁白的手 便伸了出来 搂住了沈君卓的脖子 随后他们开始了 十分激烈的法式热吻 我的眼睛 我立刻闭嘴 扭头看向旁边的风景 一分钟过去了 十分钟过去了 甚至半小时过去了 两人依然旁落无人的亲吻着 我腿都沾抹了 不是 你们嘴里是装了一个吸盘吗 我和司机大叔对视一眼 都甘大的笑了笑 就在我已经数到 十万只蚂蚁的时候 沈君卓终于不舍地 放开了那个女人 正当我舒了一口气 想要为他们指路的时候 两个人又情难自禁地 抱在了一起 跌跌撞撞地 边亲吻边走向别墅 我只能跟在他们后面 一脸沧桑 外面灯光太黑 我看不清那个女人的长相 走到屋里 我立刻认出了她是谁 简盈 你小子牺牲挺大的呀 我老老实实地站在角落 看着地砖 余光撇到沈君卓 把简盈按在沙发上 眼看她手就要继续下滑 啊这 这是我不付费 就能观看的场景吗 就在我感叹 时封日下的时候 简盈 简盈她一个手刀 就把沈君卓打晕了 白小姐 过来吧 简盈戏谑的声音响起 她嫌悟地 用随身携带的手帕 抹了抹嘴 然后从包里掏出一盒安眠药 毫不温柔地 捏开沈君卓的嘴巴 喂了下去 见到这一幕 我惊呆了 若生开口道 难道我 我也是你们play中的一环吗 简盈哈哈笑了两声 她无所谓低摊的摊手道 她涂我的财 我涂她的色 后会关系罢了 随后 简盈又朝我勾勾手指 小可爱 姐姐这里有门声音想和你谈 白石桥 记住你的身份 别妄想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 沈君卓不情不愿地 挽着我的手臂 冷冰冰道 呵呵 打光人怎么你了呢 我翻了个白眼 恰好与低头的沈君卓四目相对 她愣了一下 质问道 你这是什么表情 君卓 我太伤心了 眼睛都抽出了 我故意夹着嗓子 声音嗲嗲的 果然 沈君卓很吃这一套 她似乎很满意自己的魅力 不再多问 前几天 沈君卓和简盈吵架了 为了气她 她故意让我作为她的女伴 出现在今天的宴会上 毕竟 小说里 原主和简盈 分别是沈君卓的红玫瑰和白月光 她喜欢简盈的盐 却不喜欢她大小姐脾气 因此常常把温顺痴情的原主 当作带餐 君卓 果然 简盈的声音一响起 沈君卓就立刻把我推开 她诞生到 自己逛吧 别做出什么让我丢脸的事 男人 那还是你脚踏两只船 更丢脸一点 我吃了一声 转身朝自助餐区域走去 拿了满满一堆食物 找了一个一案的角落坐了下来 你以为我是生性羞涩吗 不 因为我是一名尽业的吃播 我笑盈盈的拿起一只包好的虾 边蘸调料 边朝镜头介绍起来 正吃得尽兴的时候 身旁突然传来一个悠悠的声音 白老师 我被吓得呛住 整个人止不住的咳嗽 裴经安也吓了一跳 连忙倒了一杯清水 给我送了过去 我喝了水 感觉自己好一点了 于是边咳嗽边怒吃到 一日 嗨嗨 为师 终生 嗨嗨 为父 你就是这样对待 嗨嗨 灯却忽然全部熄灭了 有人从后面捂住了我的嘴巴 昏迷前一秒 我的脑海里只剩下一个想法 靠 那块又大油嫩的虾肉还没吃呢 这不亏了 再次睁眼 我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 想去接杯水 却发现自己双手双脚都被捆绑住了 动弹不得 我一下子清醒 猛地睁开了眼睛 不争不知道 一睁下一跳 我居然在一个废弃的工厂里 面前还有几个看起来凶神恶煞的男人 老大 三个人全部醒了 小地男正朝刀疤男如实会报道 三个人 果然 我一转头 就看到了身旁同样被捆的 严严实实的简营和裴金安 哈哈 真有趣 刀疤男阴阳怪气的笑了笑 拍拍手道 沈君卓 你怎么也想不到吧 有一天你的两个小情人 都会落在我手上 文言 我一脸疑惑的在周围扫尸了一圈 然后十分礼貌的出声询问 等等 你口中的沈君卓在哪 刀疤男似是没想到我会突然开口 愣了一下 然后笑得更愉悦了 哈哈 沈君卓呀 沈君卓他害得我家破人亡 他手上欠了我这么多条人命 现在该是让你们还债的时候了 哦 原来是沈君卓的仇家呀 刀疤男这三句话 不理沈君卓的样子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是他的身贵呢 这位大哥 你确定是沈君卓 让你家破人亡 而不是别人 刀疤男一下子急了 他朝我怒吼道 他那无耻的行为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 那你为什么 不直接把沈君卓绑架了 而是绑了我们三个 本来以为你脑子不太好 这样看也挺正常的呀 刀疤男对我气得面色扭曲 他大步向我走来 然后狠狠地扯住了我的头发 想多点教训 然而 在与刀疤男嘴炮的那51秒钟 我早已靠我精湛的手艺 给自己的双手双脚解了绑 于是我双手称帝 一跃而起 稳稳地落在了地面 刀疤男的手里 只于一顶油光满面的假发 其实 我还是一名coser 为了更好的cost各种角色 我在前段时间 干脆将头发剔成了寸头 为了不那么引人注目 我依然履行着替身的职责 每天都戴着沈君卓 最爱的那一款黑长纸假发 而现在 我脱掉爱事的外套 露出李裙下一层结实的肌肉和大花壁 兴奋地盯着肌肉难道 想不到吧 我曾经也是个绑匪 看到我的肌肉 简衣的眼睛瞬间亮了 他嘟着嘴撒娇道 白小姐 我的手腕都被这群臭男人勒腾了 你帮我狠狠地揍他们 我给你我的亲笔签名 而裴江很有法律意识 他看着我欲言又止 白老实 忧着点 别把人给打死了 留一口气就好 文言 刀疤男拎着假发 满脸惊恐地看着我 他喃喃自语道 这 这都是什么人啊 熟练地将最后一条绳子打个结 我看着地上被绑作一团的绑匪们 何善道 说说吧 你们原本的计划是什么 绑匪和人质的角色瞬间逆转 刀疤男脸上轻易筷子一块的 他老实道 我们原本是想和沈君卓视频通话 敲诈勒索他一番 然后再把你们俩个嘎了 让他悔恨终生 回想原文剧情 我隐约记得好像是有这一段 绑匪让沈君卓二选一 然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减赢 那他呢 绑架他干什么 我指着裴金安 非常好奇 我们要绑架你的时候被他发现了 就买二送一一起带回来了 裴金安摸着鼻子 有些腼腆 白姐姐 我不会打架 乖 我摸了摸他的头 笑道 不会打架 那就从今天开始学 面前的一排男人 正是你的免费沙袋 白姐姐对我真好 裴金安一脸崇拜地看着我 简盈也举了举手 不甘示弱道 我也要我也要 没问题 我十分慷慨地回答道 毕竟我可没有忘记 这些男人原本的意图 是想叫我们嘎了 我戴上从绑匪那里 抢来的黑色头套 只露出眼睛 接下来还要麻烦简小姐配合一下 我让刀疤男 打开和沈君卓的视频通话 对面秒接 我将镜头对准地面上昏迷的简盈 粗声粗气道 沈君卓 你的小情人们都落在我手上 要想救他们就要银行卡 我还没说完 沈君卓就打断了我的话 他双目通红 嘶吼道 我选简盈 不要伤害他 把白石桥留下 他随你们怎么处置 我懂 我都明白 我是选项E 我是Plan B 是分叉的头发 是 后面忘了 其实我感觉沈君卓有时也蛮厉害的 每句话都能和原文里的脑残剧情对上 我露出一个阴侧侧的笑容 道 这两个人已经捆绑了 沈君卓 你要想去减盈 就要额外支付白石桥的赎金 为什么 沈君卓追问道 非要我给出一个答案 我置地有声地回答他 因为今天是疯狂星期四 买一送一 你要多少 沈君卓沉声道 你公司10%的股份 不可能 他秒句 这时 减盈微弱的声音从地面上传来 君卓 沈君卓立刻改口道 只要能将他安全地送回来 这点小小的股份又算得了什么 我发了个白眼 沈君卓对减盈如此深情 可不只是因为 他是白月光的原因 更因为减盈和他一样家大业大 对他公司的发展很有帮助 男人啊 现实的很 当沈君卓往我的不禁民银行卡里 打了一千万时 我迅速挂掉视频 然后又快速地给那些绑匪解了绑 绑匪们面露狂喜 还不带他们反扑 我给减盈和裴监案使了个眼色 三个人齐刷刷地倒在了地上 下一秒 锦铭声传来 警察们破门而入 将绑匪们一网打尽 刀疤男惊慌失措 指着我道 警察同志 你们抓错了 那个人才是真正的绑匪 警察给他铐上手铐 冷哼道 这鬼话我都听过不知道多少次了 去橘子里慢慢说吧 刚才那一通视频 沈君卓估计已经找人定位出了我的位置 于是我先发制人 提前拨打了110 毕竟我还有另一层身份 热心市民白女士 除了杨善一不容辞 前脚我刚被送到医院的病床上 后脚我就醒了 这熟悉的医院 我前几天不正式在这里应聘了手术助理吗 医院还让我明天来上班呢 不要我刚打开病房门 一个路过的医生 就匆匆忙忙的把医护符递给我 我有印象 你就是那天面试成功的那个是吧 刚好有个小手术 需要你来协助一下 我懵懵懂懂的换上医护符 跟着他进了手术房 医生 我命令你把这个女人给我治好 救命 怎么又是沈君卓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那手术台上的女人是简淫吧 我宁愿看错 是没跟我说话了 他昏迷了你知道吗 沈君卓双手抱头 像一头困兽 在房间里怒吼 这很难评 因为简淫跟我说 他昨天在棋牌室通宵打了一叶麻将 我怀疑他现在应该是睡着了 主治医生表面上将我们聚在一起讨论 实际上在暗暗吐槽 这还公司总裁呢 怎么跟着沈 主治医生说到最后 沈自己不小心说大声点了 沈君卓不知怎么 就捕捉到了这个字眼 他情绪一下子激动了起来 浑身发抖 肾一定是盈盈的肾出现了问题 沈君卓立刻扯着旁边助理的领带 声嘶力截道 把白石桥给我喊过来 我要让他给盈盈换肾 文言 我虎躯一震 满脑子问号 助理为了活命 立刻拨打了我的电话号码 于是 伴随着优美的手机铃声 我裤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好运来 我们好运来 整个手术室都安静了 我尬笑着 朝沈君卓挥了挥手 哈哈 君卓好久不见捏 沈君卓一下子冷静了下来 他质问我 白石桥 你怎么在这里 然后他又自问自答道 你这种恶毒女人 专门混进医院里来害盈盈的吧 没想到你为了得到我 居然使出了如此下作的手段 没想到沈君卓连理由都给我找好了 他真的 我哭死 沈君卓又换上一副冷酷的神色 他用命令的口吻对我道 白石桥 你的圣能科给减盈 这是你的荣幸 我闭了闭眼 一把夺过主治医生手里的镇禁剂 这镇禁剂 原本是他怕减盈出事 特意留着的 而现在 我面色猙獰的朝沈君卓扑了过去 注射进了他的身体里 终于 沈君卓倒下了 世界终于安静了 我将镇禁剂拔出来 朝所有人微笑道 Sorry 我是一个会发疯的女人 大家纷纷为我竖起大拇指 我喜记而泣 果然这个世界 还是正常人居多啊 自镇禁剂一战后 沈君卓这一个月都没有联系过我 当我以为我要单方面被解雇时 他又给我发了条短信 白石桥 明天中午十二点 来大酒店 跟我结婚 随后 他又补充了一句 我爱你 这玩的就是刺激 虽然不知道沈君卓打的是什么主意 但绝不是一个对我有利的主意 因为他根本没有派任何助理跟我联系 甚至没让人给我送来婚纱 无所谓 为了当替身的那一点工资 我穿了件白色西服和白色拖地蓬蓬裙 就出发了 酒店大厅里已经坐满了人 当我推开门时 许多人都诧异的回头看我 小声嘟囔道 听说沈总在外还有一个情人 不会就是这位吧 今天是沈少爷和简银小姐成婚之日 他来这里只会出丑 我一步步走上前 看到了穿着高定西装的沈君卓 和在他怀里一脸娇羞的简银 看到我 沈君卓痴笑一声 故意拿着话筒冷冰冰道 白石桥 不要再纠缠我了 我最爱的女人已经回来了 你可以滚了 事到如今 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沈君卓故意叫我过来 为的就是当众羞辱我 塑造我疯女人的形象 好给他自己出一口恶气 他以为我还是原来的白石桥 是小说里那个 他随便一句 我爱你就能被哄骗 被虐身虐心的单纯女孩 笑死 替身只是我99个兼职中 最普通的那个而已 文言 我一口气脱下身上的白色 拖地蓬蓬裙 露出里面的西装裤 然后抢过他手里的话筒 站在中央激情澎派道 我是今天的金牌司仪 让我们恭喜这个新人 所有人都愣住了 我从容不迫地继续主持道 现在有请新郎新娘 互相交换戒指 沈君卓还在愣神中 简银推了他一把 称道 发什么呆呀 赶紧给我戴戒指啊 台下简银的亲戚 都紧紧盯着这一幕 沈君卓虽然面色难看 却还知道这是婚礼现场 于是他拿出戒指 想要给简银戴上 不料戒指刚套到简银的手指上 他就狠狠地将戒指重新拽出 然后扇了沈君卓一巴掌 毕声道 沈君卓 你配吗 你这种人 也配给我戴戒指吗 场面急速反转 台下观众嘴巴都张成O型 请来的记者 则是兴奋地上蹿下跳 连连拍照 沈君卓捂着脸 呆呆地看着简银 有些萌 盈盈 简银打了响指 大屏幕上立刻浮现出 沈君卓和我拉拉扯扯的照片 拍摄的角度很妙 他和我的动作 都显得无比暧昧 简银冷笑一声 然后拉起我的手 铿枪有力道 沈君卓这个三心二意的男人 表面上说这辈子只爱我一个 实际上早就耐不住寂寞 偷偷劈腿了这位白小姐 最重要的是 他还对白小姐谎称自己是单身 对我则说是白小姐主动勾引她的 营造出一副 白小姐厚颜无耻纠缠缠她的景象 简银又让人播放了一段录音 音频里 沈君卓的声音隐隐约约传出来 你放心 我没有那么喜欢简银 等我和他商业联姻后 这些股份都是你的 我拿起话筒 附和道 幸好简小姐及时发现不对 联系了我 我和简银对视一眼 一口同声道 今天我们就要在这个重要的日子 手撕扎男 沈君卓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我们 但他不蠢 很快就愤怒道 好啊 你们两个女人居然联合起来污蔑我 他指了指简银的肚子 扯了扯嘴角道 简银 你肚子里可是已经有了我的孩子 要不是你未婚先孕 我也不想这么快和你结婚 记者哗然 今天的瓜有点多呀 简银犀利反问 沈君卓 你确定孩子是你的吗 连八块腹肌都没有的家伙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跟你春宵一度 这个孩子 是我人工受精的 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 这是我一个人的孩子 简银不知从哪里抽出来一张证明书 狠狠甩在了沈君卓的脸上 我在旁边看的墨凳口呆 我们三个人加起来800个心眼 简银401个 沈君卓401个 而我负两个 原来简银这次归国 除了为了完成他娱乐圈的梦想外 还为了夺回家业 简父简母年纪大了 想把家业全部交给简银 而简家人对他的能力表示质疑 于是故意将他要回国的消息 放给沈君卓 想让他早早嫁人 无奈简父简母态度坚决 简银的堂弟 只能私下找到沈君卓 与他达成了协议 约定等自己上位后 就给沈君卓简家公司的一定股份 沈君卓喜欢简银 但不喜欢他过于骄纵的性格 有意想打压他 再加上他很欣赏这位堂弟 于是自然而然的 就同意了这份协议 作为沈君卓公司里的密探 我自然是随身携带录音笔 将这一段录了下来 发给了真正的老板沈婷月 而沈婷月和沈君卓是竞争关系 他私存了一下 立刻发给了简银 于是简银将计就计 策划了今天这场大戏 为什么选在今天呢 据他所说 还能蹭一波婚礼的热度 让他在娱乐圈更有话题度 果然 婚礼结束没多久 关于这场婚礼 各式各样的花边新闻 就出现在网络上 其中 我脱下婚纱化身四夷 简银扔戒指 我们两个手拉手撕渣男的视频 更是让网友直呼666 惊呆了全程无此境 姐姐们好棒 简银之前演过的角色剪辑 直接上热搜 狠狠涨了一波粉 而网友们则是将我的账号 扒了底朝天 什么美妆博主啊 直播啊 扣子啊 各个平台各个账号 全被扒出来了 网友们都震惊了 原来这些都是你 姐姐 你还有什么不会的事情吗 对此 我谦虚的摆摆手 回应道 嗨 我只是个平庭无奇的 斜档青年罢了 沈君卓脚踏两只船的事情一出 沈家公司的股票直线下降 沈婷月趁机拉拢了 公司里的一些股东 把人挖到了他的那家公司 沈老爷子终于开始重视我了 沈婷月拿起酒杯 拧了一口 闷闷不乐道 明明从小我展现出来的能力更优秀 但老爷子就是更宠爱 沈君卓那个自大狂 不只是沈老爷子 大家好像都更信任沈君卓一点 对我的期望 就是早日找个门当户对的联姻 据沈婷月所说 沈君卓其实是沈老爷子的私生子 本来他的出生 是不应该被沈家所承认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都格外喜欢他 我垂下眼眸 心道 因为他是不讲道理的狗血文男主啊 因为这是一篇狗血文 所以原主即使被虐身虐心999章 也要为爱情让步 在最后一章原谅男主 做男主的顶级舔狗 因为这是一篇狗血文 所以沈婷月明明是家族长女 明明能力卓越 却因为要夺回属于他自己的公司 而被冠上恶毒女配的称号 并且下场凄惨 因为这是一篇狗血文 所以原文简淫 明明是归国的豪门大小姐 却要在明知沈君卓找了替身的情况下 和原主辞敬 就为了一个男人 最后被沈君卓咽弃 同样下场凄惨 幸好 现实的他们都很清醒 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中 杀出了一条自己的血路 这时视频弹幕突然跳出一条评论 请问结束了吗 恕我直言 我删除了那些狗血元素 比如小白花女主 在霸总要对她霸王硬上弓的时候 意识到不对 立刻报警 警察赶来把霸总抓了 比如恶毒女二发现 和她有婚约的霸总出了这种丑闻 立刻怀疑霸总的人品 解除了婚约 比如女三 也就是霸总姐姐把握这个时机 踹掉霸总自己上位 电影小夫人里面有这样几句台词 我只是觉得 女性她们 她们有思想 有灵魂 不是仅仅只有感情 她们有野心 有才华 不是仅仅只有美貌 我说过了人们说 女人只适合谈情说爱 所以至此全文完 感谢阅读